這個是以前能喝下午茶的感覺 很高級齁 今天來到平林茶葉博物館 有一些制茶的設備 但這麼多設備 應該是傻傻分不清 那這裡有個制茶制 從這邊開始 原來第一步驟是採青 日光偽雕 室內偽雕 沙青 再來 揉黏 乾燥 培火 成品 所以這大概是這些設備的功能 所以你看這裡就有 這個 香型烘乾機 這台是椅型乾燥機 這個在下面那個圓盤子 然後上面一個像鐵錘一樣 這個是望月型樓鏈機 這個看起來就很古早味的 這就是手搖式樓鏈機 這個下面有爐子在炒東西 它是炒鍋 黑草用的 它這種是 叫做沙青雞 然後再來這個的話是 哇 浪青雞 應該是 就是滾動式的吧 然後這個是最簡單的 室內偽雕架 看得出來我們是倒過來的 我們複習一下 這是室內偽雕 浪青雞 然後炒青雞 炒鍋 手搖式樓鏈機 望月型樓鏈機 以型乾燥機 香型烘乾機 這些是我們的茶產業的設備 這裡是台灣茶園常見的四個品種 第一個的話 右邊是青青烏龍 左邊是四季春 然後再來是這個 你會念嗎 叫青青大摩 然後再來是翠玉雲 有這四個品種是最常見的 細看一下 它是把真的枝條拿來展覽館展示的 這裡展示不同的台灣茶 你看這邊有這個叫佛守山林溪 豬露茶 鐵觀音 洞頂烏龍茶 貴妃烏龍 家葉龍茶 文山包種 蜜香紅茶 阿薩摩莉花茶 成年包種茶 紅玉 四季春 金軒 金軒 帝羅春 龍井茶 白毛猴 東方美人 港口茶 雲林茶葉博物館的那個 有一個特展 叫赤琥珀 原來是指那個紅茶的茶湯顏色 像紅色的琥珀一般 我們走進去看一下 這邊就有六大茶類揭秘 跟我一樣沙沙分不清就可以從這邊來開始看 主要茶葉是應該是這一個是關節 就是不發酵 部分發酵 全發酵 後發酵 然後你看下面是他的顏色 所以說 左邊的比較綠色 然後完全發酵後發酵 就會到很深黑深紅色了 用文字看綠茶 就是有龍井茶 抹茶碧羅春 然後剛剛的黃茶就是 君山銀針 然後蒙頂黃牙 霍山黃牙 白茶類的話就是有這個 壽梅 白牡丹 銀針白好 清茶類 哦原來包種茶是清茶 然後烏龍茶也是 鐵觀音也是 紅茶類最簡單 名字就直接會寫 你看蜜蝦紅茶 紅玉紅茶 大吉林紅茶 黑茶類 首推就是那個福爾茶 然後還有一個安法黑茶 六寶三茶 你看這個茶湯的顏色 這個這個是綠茶類 右邊是黃茶類 白茶類最淺 再來是青茶類 然後這一個紅茶類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黑茶類 這六個顏色 哇你看整個台灣有這麼多種紅茶 好多種 好多種 然後那個地圖上的寶石就是那個紅茶的顏色 台灣尾也沒有 這個桌子裡面好多香料 你看這麼多種 香料 好多種 有機會你也要來平臨茶葉博物館走走看看 認識台灣優美的茶文化 哈囉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